好那我们先从最简单的来 我都尽量把 把那个所有的事情 降到最简单的部分 先跟老师讲 让各位心里不要有负担 所以我们教学也是一样 通常都把它弄到最简单 先跑一次流程 让老师有一个概念之后 先见零再见数 我们再去细部讲它的功能 所以现在我要先跟各位讲 我们进来这里要最主要 最简单的话 要做哪些事 第一个 第一件事就是先看一下你的录音档 你会发现这个声音的部分 各位有看到那个橘色的部分吗 你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橘色甚至有红色的地方 这一个高高低低的部分就是你的声音 那如果你发现你录的声音 那个波形非常的低 那就代表你这一段的录音品质声音很小 声音太小了 那你等一下记得把它调高 对不对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录音品质像我这样 哇怎么都有红色的点点 这个红色的点点其实就是爆音 就是太大声 这个就是太大声 有没有 这些红色的 那如果太大声的话 你就要先处理声音 因为为什么先处理声音 因为同一个录影 同一个场景 同一个录影 通常那个声音的品质是一样的 声音的品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通常会先处理声音 所以当你选到你的影片之后 请你先去找右上角有一个音频 音频这里 请你把音频这里点下去 这边会有一个音量 音量 你就可以直接拉这个 拉这个游标 往右边是越大声 往左边就是变小声 那所以你可以往左边拉 拉到你的声音不要出现那个红色 拉到你的声音没有出现红色了 就不会有爆音 好 所以这样子就差不多 你可以再稍微微调一下 尽量让你的声音能够最大声的状态 但是又不要出现红色 出现橘色还OK 这样子我们在你的影片到时候剪辑好的时候 那个学生在看的时候 那个音量是够大声的 而且是舒服的 所以先处理声音 调大小声 这个部分有没有人有问题 有问题就请你直接输入你的问题 好 那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 所以第一步处理完声音之后 第二步 为什么第一步要处理声音 因为等一下你可能会剪片子 那剪片子一切开 影片一切开 分段了之后你如果那时候才来处理声音 你就要分好几段处理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先调声音 先调声音 好 那所以第二步是什么 开始剪片 那剪片呢 各位 我们刚刚录影不是按那个录影之后 我们会把那个OBS的画面关掉吗 然后那个等你结束录影的时候 要把OBS打开 把那个录影功能给停止 对不对 这前后两段一定会录到我们不要的东西 或者是说你开了录影之后 你才走上台去准备要开始录影干嘛的 那前面可能会有一些不要的画面 那所以第二步的动作就是把不要的东西剪掉 或者是说你有很多那个讲话 你的中间的空隙很大 你要把那个空隙给插给给做掉 或者是说你在教实作课的时候 经常我们教一教会给你五分钟十分钟去实作 那那一段时间是空白的 如果你把录影不把它剪掉的话 你那段时间就就挂在那边 学生也在那边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这些东西拿掉 现在假设你就可以一边播放 一边去播放 然后一边调进度看一下 假设我你就去找到你要从哪里开始 那甚至你可以近一点 把它拉近一点 把那个影片拉近一点 你去看一下 因为你在截影片的时候 你不要从那个讲话的一半截掉 通常你是从我们会从那个 你在讲话的时候 在讲那句话的时候让它完整 所以你要从那个有空隙的地方 去把它做截掉的动作 所以你就要看这个声波的高低起伏 这是要注意的 唯一要注意的地方 那所以这时候你就发现 那个剪映的小缺点 它这个影片的编辑的段落 它不能把它调大片 就是不能调高 如果调高的话 这个可以编辑的这个画面 就会比较大一点 比较容易让你看得清楚 所以像我现在看这个声波 就那个范围很小 看不清楚 所以这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要买大萤幕 萤幕越大 这个就看得越清楚 好 那假设我看一下这前面好像都是空白 没有人讲话 从这里开始讲话 对不对 然后我就把影片调到这边 从这里开始讲话 拿到麦克风开始讲话 从这里开始讲 这废话前面可能是废话 我就调到这里 假设我要从这边开始剪一刀 那我就再把游标移到这边 移到这边 这边就会有一个分割 那它的快速键是Ctrl 加 B A B C D 的 B 所以你只要在这里直接剪一下 它就切成两段了 好 它就切成两段 那你也可以按Ctrl B 它就会在你游标的地方切成两段 所以你就把前面这一段不要的东西 选起来 直接按Delete 它就删掉了 前面那一段就被你删掉了 不要了 那它会自动把那个后面补到前面 所以后面也是一样 好 那请各位你试着剪一个大概 两分大概一分钟到两分钟好了 好 假设这里一分钟嘛 我大概剪到这边 我先不管内容 你实际剪片的说要依据你的内容去剪 假设我大概到一分钟左右这里没讲话的段落 我试剥一下确定一下 好那我再剪一刀 然后后面不要了 后面把它剪掉 那各位这一片就是你剪好你要的部分 好请各位先做到这边 好我们给各位两分钟去看一下影片 然后调到你找到你要开始要影片的地方 跟你不要影片后面的地方的界线 然后去用分割的功能把它各剪一刀 然后把不要部分直接刀掉 好请各位做一下 好我都会先讲最简单的 让你知道大概是怎么样的流程 然后操作不会很困难 然后我之后再会 才会再讲那个比较进阶的 那如果你是用手机平板的 你就用那个CAPCUP 它那个名字 CAPCUP的样子 也是可以找到它的APP 那它的剪辑的方法的画面 跟我们这边比较不大一样 但概念是差不多的 好先请各位先取一段 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好了 我们是练习 那如果你有自己的影片 你就也稍微看一下 你要从哪里剪到哪里 用自己的影片练习也可以 好先剪一小段 那你的影片越长 等一下输出的时间就会越长 上传YouTube的时间也会越长 所以我们现在练习的阶段呢 我会建议 那个影片不要太长 我们先把流程走一遍 好这时候如果你是学校 那个专业剪辑的 负责专业剪辑的老师 你就可以跟校长要求 就是要配给你好一点的电脑 记忆体要大 然后那个SSD也要大一点 然后你的那个最好是有加显卡 因为显卡可以帮助运算 帮助那个剪片的时候的运算 所以这几个CPU也要高档 所以就只要是要剪片 电脑就是要高档要容量大一点 那当然最低需求 其实一般的电脑剪映都可以 简单的应付 简单的应付是可以的 好那差不多了 好那各位这是第二步 所以第一步是调声音 第二步就是剪剩下你所需要的部分 剪剩下你所需要的部分 好那如果说你刚刚是有几个部分 比如说你中间有一段是不要的 好那一样可以在这里 一样可以切一刀 好在这边 一样可以再切一刀 好那中间不要你就把中间delete掉 然后或者是顺序要对调 这样也可以对调 所以这个就各位自己处理 好那所以你剩下你要的部分之后 第三个就是输出 好第三个是输出 好那所以请你在右上角有一个叫导出的按钮 请你点一下 右上角导出这个地方 请你点一下 好输出的地方 你只要注意一个地方 注意两个地方 他的预设就是1080P 所以这个不用改 然后你的编码是H264 这也不用改 格式MP4也不用改 这些都不用改 那所以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我要输出到哪一个资料夹 这资料夹可以自己选 自己选 看你要档案要放在哪里 你就把它选好 然后上面这个是档名 这个是档案名称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里输入档案名称 所以这两个要改 改好之后请你直接按导出 直接按导出 那因为我们的刚刚剪的那一段不到一分钟 所以它跑得很快 如果你剪的比较长 它就会跑得很慢 那这个跟电脑的效能有关系 如果你电脑跑得很久 让你受不了 就是电脑该升级了 好那输出之后直接关闭就好了 直接关闭就好了 那你的影片就会产生在刚刚你指定的那个资料夹 所以老师就可以去刚刚指定的资料夹 就可以看到刚刚的影片 好这一段请老师 输出输出好之后去看一下你的影片 有没有在 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像这种网路技术 就是技术型的学习 网路上都有教学影片 所以 其实也不太需要上研习说真的 你只要Google用的好 你那个万事问Google 你就可以找到网路上很多人家放学习的影片 所以各位老师不用担心了 就算你今天没有听到 那其实网路上随便一搜 比如说简映教学 然后点影片的分类 就看到一堆人教你怎么用 而且非常简单 一片不够 你觉得不够用 你再看另外一片 就是很快就可以学会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在网路上直接学的 不用说一定要等到人家开某个演习 你才去学 好 所以这是整个剪辑输出的 剪辑的流程 跟输出的流程 所以步骤就是这么简单 一二三 一是调声音 二是剪下贴 剪贴 删掉你不要的部分 然后把顺序可能重新排好之类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输出 好 所以 就算 就算你电脑的程度不好 我想我们已经简化到这一二三这么简单的功能 你也不至于会找不到 不至于会有问题 对不对 那陈老师很辛苦 还翻墙去大陆下载对岸的简映版本 其实不需要 好 那个就是现在网路Google直接搜寻到这个版本就可以用了 那个对岸的版本好像比较强一点 对还是不一样 当然 因为他会锁一些功能 好 所以早上的部分我们就先上到这边 上到这边 那等下下午的时间是一点半 那一点半开始呢 我们会在针对简映的部分 会做比较深入的介绍 好 那如果老师呢 就是 你只是要学最简单的简辑 那刚刚那样就讲完了 好 刚刚那样就讲完了 那等下我们下午会针对那个 简辑的一些细部处理 文字字幕的一些细部处理 会做一个 跟那个字幕 万国字幕的输出部分 会做典译的教学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休息到一点半 休息到一点半 那请各位一点半再回来